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访华行程 在星期六四月一号迈入最后一天 他今天率领团队出席与中资企业领袖的闭门园桌会议 以及马中商户论坛 安华也见证马中企业签署19分配忘录 并宣布这一次中国对大马的承诺投资数额高达1700亿令吉 创下了历史新高 安华在去年11月上任后第一次出访中国 从3月29号起展开四天三夜的博士访问 昨天安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进行会顾 大马地方发展部长尼克明表示 习近平将接受安华的邀请回访马来西亚 尽管对方并未说明具体回访日期 但尼克明相信习近平会在马中建交50周年期间造访马来西亚